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今天的大盤我相信大家就應該可以驗證 那到底驗證什麼 等一下我們就來一一的來檢驗 之前鄭宏是怎麼跟你講的 那在這陣子我也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我說每次大盤要結束的時候 反彈要結束的時候 他一定會去營造啊 讓市場在最樂觀 最開心最想買股票的時候 我說那個長進人有沒有 投資朋友你還記得吧 他就固定的模式 橫盤橫盤橫盤 極拉創高有沒有 我說你要記住這個模式 做我昨天跟你講的 不要怎麼樣 不知道他這個手法 結果你又去追在這個高點 好了到了15475也是一樣 橫盤橫盤橫盤 極拉過高有沒有 是不是一模一樣 結果後面給你的是什麼 回檔了2800點以上 投資朋友這個我一直在跟你提醒 然後跟投資朋友講過我在1月30號 只要你在1月30號 能夠把我這張圖卡看清楚 而且把它記下來的話 因為正宏已經利用1月30號的這張圖卡 我已經把未來一個多月的行情全部規劃完畢 我寫的多清楚啊 投資朋友 那個頸限區就在15730對不對 到16250 我還跟你講什麼 你看這個橘色的字 最後背離高格局有沒有 未來波段會大跌 我還跟你講說他會衝出去之後 這邊盤盤盤盤盤盤 盤到最後他會有機會去衝這個頸限區 可是你不要以為說 衝頸限區是另外一波的漲勢開始 而是什麼 即將要結束 有沒有投資朋友 當初我在跟你講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去相信的 為什麼 因為曾宏規劃的未來 如果你也看到的話 那你就是操盤熟了 那你是操盤熟也不可能 會來看曾宏的節目啦 所以我相信投資朋友 你自己去思考看看 如果你能夠把我這1月30號的圖卡 天天給他看一遍 我也是天天在講啊 投資朋友 只是你有沒有辦法相信呢 我說過啊 常常都是橫信者 不信者信之嘛 啊不信者很不信之嘛 對不對 尤其會受到這個市場的氛圍影響 好那你再來繼續看下去 3月2號 我還好心提醒 提醒你什麼 未來會假突破真拉回 我說假突破 不但會去突破 之前的15717 還會去碰這個頸限區有沒有 去給他突破一下 讓大家去開心 過了15730 就是大頭部錦線區的下軌線有沒有 那我說這個真拉回不是當天拉回喔 我說過了兩三天之後他才會拉回來 為什麼 因為我昨天跟你講啦 我說香港的恆生指數是長怎麼樣 等一下我們再來回顧 我昨天是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當初的恆生指數是怎麼樣 漲上去反彈上去的 那又是怎麼下來的 我們等一下會好好的跟你重新分析對不對 那接著下來呢 投資朋友 今天的港股又怎麼了 你要去思考 所以啊 投資朋友 我說過啊 時間會給答案對不對 實力會去證明一切 好3月6號他是不是剛好去跳空突破15730 有沒有 假突破 有嗎 今天是不是真拉回 經過了兩三天之後 是不是就拉回來了 投資朋友 剛有跳尖沒有啦 一模一樣 3月10號開盤 我們今天就跌破了15730 今天一開盤就是15729 完全驗證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跟你講說我1月30號 我的大盤的行情規劃 我已經單單那張圖卡 我已經把你從1月30之後的整個大盤的走勢 到現在3月份的走勢 全部跟你規劃完畢 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辦法去接受呢 還是說你要跟著這個市場 大家在喊Happy的時候 喊萬六的時候 你又拼命去追這些股票 所以我常跟投資朋友講 很多事情 我們在當下真的面紅耳赤啊 沒有用 就讓時間 去證明嘛 讓時間去給答案嘛 有實力的不怕時間啊 就像真紅一樣啊 所以投資朋友 我昨天不是跟你講說3月9號 昨天的時候 我說 有很多的個股 一天沒有理由的掉下來 就已經套了多少籌碼對不對 大魯德 吉拉又多 追在最高一點的 是不是一堆 再來國中有沒有 啊 這個今天還是跌嘛 投資朋友 那是套牢了多少天了 你看哦 這是昨天的哦 昨天我說過啊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在講對不對 投資朋友 你自己去想想看 你看這些股票今天是不是他又繼續再跌 那我想請問你 你那些套牢的股票怎麼辦 你有機會跑嗎 你有辦法事先知道嗎 如果你沒有先把這個大盤 整個的局勢格局全部看清楚 我想請問你 你怎麼知道會跑 不會啊 因為全市場還在告訴你幹嘛 拉回找買點 你現在這種股票 連買都不用買啊 你在商腦筋怎麼等解套不是嗎 這樣這樣子一天就套牢13天籌碼 我想請問你 那你該怎麼辦 投資朋友 對不對 包含像全科 我說過啊 昨天我還跟你講說 這根K線你把它塗掉 不要看 我想請問 投資朋友 你有辦法看得出來 那個地方要開始跌下來嗎 不可能對不對 完全不可能看得出來啦 不要騙 不要事後放馬後炮再說故事啊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啊 假設你已經知道這個大盤 衝過這個所謂的假突破之後 15730 被這個大線 這個我剛才講的 這個大頭部的頸線區的下軌線 15730 被突破就是賣點的時候 如果你已經知道有這樣的概念了對不對 因為鄭鴻已經告訴你了 你會去追股票嗎 你會去追在最近的高點嗎 應該不會吧 你應該都在賣股票才對啊 不是嗎 投資朋友你自己去想想看啊 所以為什麼每次鄭鴻哭口婆心在跟你講 我說過啊 能聽下去的 你就是贏家了 尤其你到現在昨天 應該不是說昨天啊 前天你還敢再按讚的 那就是真的 你早就已經脫離什麼 散戶的那一輪了啦 你已經提高層次了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啊 我常常在講啊 你有沒有辦法從我的身上吸收到 這一些超盤的也好 大盤的 未來的行情規劃也好 哪怕那麼學習一點點 你就會成長很多 對不對 投資朋友你自己去思考看看 好不然像這個橘子 哦你自己去像 像我們今天新的哦 剛才跟你看的全部都是昨天的 那這個今天的 還有很多啦 我舉例 舉例不了那麼多了啦 沒那麼多時間哦 因為那還要做圖卡 就算我有時間做圖卡 我們節目的時間也是有限制的啦 你自己去對對看啊 投資朋友 有幾檔股票像這個樣子的 哦一天跳空下來 你來看哦 很多人就怎麼樣跟你講 哦這橘子哦 有夠漂亮的對不對 現金鼓勵又配得不錯 趕緊稍微 那我之前跟投資朋友講過啦 你配現金股息 你賠了價差 這樣才有錢 你自己去想看看哦 一天跳空 套勞二十天 二十六天的籌碼 而且現在還沒配息 還沒除全息不是嗎 那投資朋友你來看這個拓凱 也沒有任何的利空啊 哦他今天這樣子一根 跳下來開低走低 套勞了九天籌碼 有沒有 紅帆 有沒有很多財經媒體分析人員在跟你介紹這檔股票 有吧 沒錯吧 只不過來個二月營收年減25.3% 一天的跳空 套勞了十一天籌碼 大家不是很喜歡拉回找買點嗎 你還敢買嗎 投資朋友 你還要繼續聽 拉回找買點這樣的口號嗎 我不知道了哦 你繼續好好思考一下 那再來就是今年 有沒有 他是3月2號跟你講 1月的EPS虧損0.04塊 當時沒反應對不對 大家都想說那沒那麼快 沒問題啦 結果 今天開低走低 套好了八天籌碼 後面還有更嗆的 大家最喜歡的股票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啊 好你看看這個什麼 飼養有沒有 2月營收年減33.21% 還有很多 沒有啦 一樣嘛 一天跳空 套勞28天籌碼 你還要再買嗎 你還要再拉回找買點嗎 導致我朋友 你真的有時候啊 曾鴻常就認為恨鐵不成鋼 因為我講再多的未來 我規劃再多的行情 大家的很多人的想法 還是停留在什麼 閃戶的那一塊沒辦法 真的 我把很多主力的手法都跟你講了 我也把這個常進人的手法也告訴你了 甚至於我跟你講 3月8號跟你講常進人落跑了 很多人還聽不下去對不對 你還在指望啊 那常進人沒什麼啦 反正他跑他跑的 跑他跑他的事情對不對 未來的行情還會再往上衝 那投資朋友今天往上衝嗎 他是3月8號跑的哦 等一下我給你看哦 好再來 雲品有沒有 一天開低走低 套勞12天的籌碼 這也是很多財經媒體分析人員 來跟你講的股票 推薦給你的 是誰叫你去追高點的 那你要不要再繼續拉回找買點呢 你說要買嗎 你有那麼多錢可以買嗎 有 我也只能祝福你了 那再來美食的KY 這更多對不對 更多的財經媒體分析人員 帶著會員去做的 那我想請問頭是沒有 今天的一天的開低走低 套勞了21天的籌碼 還要再拉回找買點嗎 你繼續想想看哦 這句話是對還是不對哦 好再來元泰 很多人去買這個有沒有元泰 從以前看好到現在 哦打死不出對不對 買了沒關係 反正被套都有機會 好啦 經過了這一段日子 今天的一天跳空 套勞了23天的籌碼 這不是法人任養股嗎 啊最近法人不是也在買嗎 怎麼這樣 你可以跟我說嗎 你要不要再拉回找買點 要繼續拉回找買點嗎 育龍 也是很多人買對不對 哦大家說育龍哦 還要來拚一次有沒有 哦他已經來創新高了 哦絕對沒有問題 拉回找買點有沒有 油膏是這句話 那今年他配多少 一塊而已 啊不是低配息嗎 我是不是這幾天跟你講低配息的問題 有人跟你講這個問題嗎 沒有啦 做多的不敢跟你講啦 都是真紅這個幫康跟你講啦 你要注意這個問題啦 真的嗎 哦現在有人跟你講低配息的問題嗎 明天開始哦不是明天啊 下禮拜開始就會有了啦 你相不相信 那為什麼每次都跌下來之後 大家才來討論啊前面在漲的時候都沒人跟你講 哦都只有真紅在跟你講這問題 我說你自己要去注意哦 很多低配息的股票還在漲有沒有 那你還要再拉回找買點嗎 配一塊錢的股票 現在還在72.4 那你隨便找一檔電子股嘛 一大堆都 現金殖利率都超過5%啦 不是嗎 那你幹嘛去碰這個 去買這個 還要拉回找買點 老實朋友你自己想看看啦 那我在3月9號 我說啊沒有人講這個新聞 對不對 幾乎做多老是不會跟你講這個啦 還是一樣是真紅在提醒你這個事情啊 什麼事情 總警方已經走了啦 有沒有 我說哎3月9號 那3月8號那一天 哦昨天就是3月8號嘛 我說台幣重扁 有人跟你講嗎 創下3個月的最低 而且呢 單日的扁幅是最大的 5個月以來最大 有人跟你講這個嗎 有沒有人可以研究這個問題 沒有啦 每個人跟你講什麼 趕快哦 拉回找買點 還有標股要準備有沒有 台幣重扁幅你怎麼聽得到 我知道啦 你下禮拜哦 只要大盤稍微漲個反彈個哦 小漲一下780點 你的想法馬上又改觀了 你又會認為說 嘿這個地方真的要拉回找買點哦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什麼港股你就知道了嘛 那當初我跟投資朋友講過啦 你來看這恆生指數 有沒有一樣 橫盤橫盤急拉過高有沒有 一堆香港的股民就去追在那個相對高點 對不對 誰搞的誰搞的鬼啊 常進人嘛 這不就常進人跟我們台股一模一樣嗎 啊接著下來呢 結果那個常進人的資金走了 1月9號 跑掉了 在1月30號跑的 1月30號跑了之後 剛剛好來到我們台股 來到我們台股 興風作浪有沒有 從1月30號開始就橫盤 橫了二十幾天 那這二十幾天呢 全部在做那些中小型股 每個都盤盤盤過高 盤盤盤過高 盤盤盤過高 哇每個傻夫就心動了有沒有 然後呢所有的這個財經媒體分析人 哇每個人都去搶 搶那個中小型股 有沒有 結果呢 都搶在 最高點附近 除非他有跑啦 帶這些會員跑 那如果跑不掉的話呢 或是根本就不知道要跑怎麼辦 所以同事朋友你自己想這個問題啊 如果你自己去買的 或是你看到這些新聞 財經新聞節目來跟你推薦的 那你要找誰啊 找誰不告訴你接下來你該怎麼辦 沒人跟你講了啦 對不對 你又啞巴吃黃蓮啊 那你怎麼辦 所以你看 常見人走之後變成怎麼樣 投資朋友 這個行情 我們才剛剛開始 人家已經經歷過這一段 而且今天的港股又在破前滴 我們的潛力在什麼地方 13981啊 那換句話說 我們的未來行情會怎麼樣 你自己去想啦 曾鴻不要再講 你去比對一下 你看我們的台股跟港股 會不會幾乎一樣 投資朋友 然後再來看 可能有很多投資朋友講說 你這樣說 不對啦 那是因為美國盤在跌啦 因為跌了500多點啦 所以我們台股才會跌 我今天就來跟你打破這個迷思喔 來 3月7號 哪時候的事情 今天3月10號啦 這個禮拜二的事情啦 3月7號 美國稻窮指數 跌了574點 他是晚上嘛 所以我們隔天 今天台股是怎樣 有沒有大跌 沒有啊 只有小跌39點啊 好昨天 稻窮 跌了543點 3月9號 那我們今天3月10號嘛 結果我們怎麼反應 我們跌了244點 怎麼這樣 你這樣還感受不到嗎 你還在真的在想拉回找買點嗎 投資朋友 而且我們在這個盤整的過程當中 從1月30號一直盤盤到3月份 投資朋友你自己回想一下 只要當天有跌超過200點的 下跌加速有到982加嗎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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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過啦 為什麼 因為都是大型股把它拖下來的嘛 小型股在漲有沒有 那為什麼今天不一樣 你不覺得都不一樣了嗎 你們就只看著這個指數 對不對 以前跌的200多點 跟現在跌的200多點 有一樣嗎 完全不一樣嘛 這樣感覺不出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啊 你要去慢慢知道啊 接下來的行情是長得怎麼樣 我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而鄭宏在1月34號 跟你做的規劃 整個大盤的規劃 從1月30號到現在 完全驗證 一模一樣 那不像投資不小的投資朋友 你現在怎麼想 想得通的 我說恭喜你啊 趕快改變方向吧 想不通的 我只能祝福你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有預祝啊 所有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下周見哦 本公司以往節七效不保 節目來獲利 且以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件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寫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就是你